阿嬤、婆婆 老婆,你不要跟我們家說泰國話,說別人話 其實母語的學習,那種本能的東西都沒有用 要不然母親跟小孩子最親近的就是母語 他講什麼話,我講什麼話 我要讓你睡覺的時候,搖籃器可能是唱歌語的 或是唱泰文的,對不對 到台灣其實不一定那麼那個 好啦,我現在記得的意思是說 我叫小朋友去查這個東西 比如說,有一集我很喜歡 我訂一個題目叫,人人為我,我為人人 他是在農村幫人家做第二村的 農村只有一些離婚的嘛 不然就要走去了嘛 用專業介紹 然後天天就開個車子這樣子,先船這樣子 美鳳的年輕需要一個英國的廣路 什麼東西這樣子,廣播 然後去拉,然後會拉線,讓人認識這樣 這是我為人人 這是我為人人 第一次買遊家 做什麼 什麼 你們 白 fö